自从亲子节目走红之后呢 萌娃成了娱乐圈最红的一群人 并且呢还一代接一代的统治着迎品 而眼下最红的萌娃呢 就非曹格的一对儿女莫属了 哥哥Joe和实际上是妹妹 但非要别人称呼自己姐姐的Grace 最近呢就有媒体请来 这两位萌娃给他们拍摄大片 大家都知道啊 不管是拍影视作品还是拍写真 最难控制的对象就是小朋友了 Joe和姐姐就在拍摄现场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什么叫做不拘小节 姐姐走光了啊 姐姐 太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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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能换一淑女公主 公主是这样做的 好了 真漂亮 漂亮 也许是刚刚睡醒 姐姐开始还以代摩模式 面对一大群陌生人 但是当玩具和棒棒糖到位之后 姐姐就进入了自嗨模式 好臭 好臭 你自己闻一下臭不臭 臭 你自己闻臭不臭 姐姐不行这样 臭不臭 我手机 姐姐 我们会顶在头上不掉哦 你看我 姐姐你看我 为什么她有放到嘴里面 比完没节操 兄妹俩又为了谁的棒棒糖好吃闹了起来 姐姐的必杀技当然就是脚丫子 谁的好吃啊 我的 每个人的都好吃 因为每个人喜欢不同口味 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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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你觉得姐姐的脚没有味道 姐姐的脚臭不臭 臭不臭 玩到风时 姐姐早就已经不顾形象了 裙子什么的 简直就是玩耍的累赘啊 一波响红色 嗯 我刚才也吃下去了 嗯 吃起来 裙子又跟她快快快了 姐姐 就你要保护妹妹姐姐啦 姐姐 就你们要先姐姐的情人 为什么